大多人都认为,在时间的实力下,我们都会渐渐走向成熟,变成大人该有的样子。 不过其实不爱,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长大。 嗨,大家好,我是阿伟。 在很久以前和大家探讨过中二病的心理,讲述他们主要是一种孩童转大人所出现的某种心理状态。 每个青少年心理发展必经之路,过程中他们开始产生自我认同,脱离父母的保护,逐渐个体化。 之后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 不过有一类人却不会这样,即使他们的生理年龄已经来到了二三十岁,甚至是四十岁,心理年龄依然卡在青少年的阶段。 内心仍然是个孩子,拒绝长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永恒少年。 什么是永恒少年?你也主在这种状态吗? 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探讨探讨。 如果您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也喜欢这类动画知识及心理学分享,欢迎订阅或加入会员。 好的的话,我们开始吧! 永恒少年一词,可追溯回古罗马斯人奥维德的变形纪理。 神话中的一位永远年轻的孩童神,Puertanus。 也是一个被母亲的疼爱深深包裹,而无法完成个体历程,成长成熟的孩子。 在拉丁文中,Puert是指男孩,少年。 Atenus是指永恒的意思。 合在一起就是永远年轻的男孩,也就是永恒少年。 然而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著名心理学家荣格, 就借用这个永恒少年作为一种心理原型的概念。 之后由他的弟子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 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永恒少年的书》,分析和广传此心理概念。 永恒少年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是指那些不愿长大, 向往自由不受限,性质一直永远停留在少年阶段的不成熟的成年大人。 永恒少年并不局限性别,它只是一种原型概念, 不管男女都可能有永恒少年的议题。 拥有永恒少年倾向的男性,往往是充满魅力的, 对大多女性来说也是相当吸引的特质。 她们有孩子般不受限的思维,天真浪漫,天马行空, 勇于追寻梦想的理想主义者, 抛开了大人们现实无趣的社会枷锁。 披着神秘斗风的少年英雄形象。 哇,那不是超帅的吗?我是永恒少年。 这个少年英雄特质虽然很帅,很棒, 但在另一个角度来说,就让许多人困扰了。 不成熟,没耐心,无能承担责任。 不断追逐和沉浸在美好梦想世界中, 是永恒少年的典型特征。 当然不管是充满魅力的少年英雄特质, 还是无能承担责任的不成熟思维, 对17、18岁以下的青春期少年少女来说, 是在正常不过的。 可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往后人生, 那就不对劲了。 简单来说,永恒少年就是指那些, 明明已经到了成人阶段, 却只想永远待在小孩世界, 一直享有小孩特权的成年大人。 然而前面也说了, 这种现象不只是发生在男性, 永恒少女也一样存在。 在永恒少年一书中, 法兰兹博士就利用了家喻户晓的童话 小王子作为永恒少年的分析。 小王子大家都看过吧, 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就是圣经, 据说全世界被翻译第二多的书就是小王子了, 所以小王子这么畅销, 一定有它的寓意在里面。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书中, 以免了解小王子部分情节, 以免剖析永恒少年的问题。 目前可分为四大问题。 第一,活在孩童幻想中。 在小王子故事的开头就是最经典的蛇屯大象的情节。 在作者六岁的时候, 画了一幅画, 一条巨蟒正在消化一头大象的画。 画完后他把这幅杰作拿给大人们看, 问他们这画可不可怕。 然而大人们的回答是, 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 当时作者就心想, 帽子,我画的是一条巨蟒啊。 于是作者只好再画一遍, 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出来。 大人们看了第二幅画后, 并没有对画做出评论。 而是劝作者不要再画什么大蟒蛇了, 还是专心学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吧。 就这样, 作者在六岁那年放弃了画家生涯。 后来作者长大后, 成为了飞机师。 每当作者遇到他认为头脑看起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 就会拿出那保存的一号作品来测试他们。 但每次得到的答案总是, 这是顶帽子。 接着作者就不再和他们谈什么巨蟒、 森林、 欣欣的。 而是迁就他们聊些, 乔牌、 高尔夫球、 政治、 领带。 好,故事先到这里。 这个经典的蛇吞大象情节, 就是在说明小孩和大人思维的区别。 小孩不受限的想象, 相对只看到表面务实的大人, 对故事作者来说, 大人们都很庸俗和无聊。 没人懂他, 他也不想融入这个无趣的大人社会。 这就是永恒少年其中典型的思维。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接着看小王子的故事。 成为飞机师的作者, 有一天在出任务的时候, 因飞机故障受困于撒哈拉大沙漠, 而带的水只够撑八天。 就在面临生死大事的时候, 作者听见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请,给我画一只羊吧。 眼前一个金发的小人儿站在前面, 这就是作者和小王子的初次相遇。 尽管奇妙语不解, 作者还是掏出笔盒子给小王子画羊。 作者接连画了三只羊, 小王子都不满意。 我并不是作者画的不好看, 而是小王子对第一只羊说, 不,这只羊病了,我要健康的羊。 对第二只说, 这羊有脚, 我要的是绵羊,不是山羊。 对第三只羊说, 这只羊太老了, 我要一只活很久很久的绵羊。 最后作者失去了耐心, 于是就乱画了一个带有三个孔的箱子, 告诉小王子, 这个箱子, 你要的绵羊就在里面。 没想到, 小王子见到箱子非常满意, 这就是他要的。 这个画绵羊的情节非常有趣, 作者鄙视大人们受限的思想, 小王子却希望得到不受限的想象。 两人刚好不谋而合, 而法兰兹博士分析, 小王子其实就是对应作者永恒少年的意象, 显露出童真浪漫和理想主义的倾向。 永恒少年向往追逐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 拒绝具体实实在在的落实限制。 对梦幻美好的向往, 却总是不愿说清自己要什么, 甚至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总希望别人懂他, 这就是永恒少年的一大问题。 拒绝长大, 只想停留在孩童幻想阶段中。 第二,个体成长。 慢慢靠这只绵羊, 坐着和小王子的距离拉近了。 坐着也开始弄清楚小王子的来历。 小王子来自一颗名为B612号的小行星。 小王子来到地球是要抓一只绵羊回去, 那他要绵羊做什么呢? 原来小王子住到B612号星球很小, 只有一座房子那么大。 于一天小星球上飘来了一颗可怕的种子, 一颗猴面包树的种子。 小王子必须趁种子还没长成树前, 就把它给铲除掉。 猴面包树是一种长在非洲的巨星树。 如果持续让它在这小星球成长, 整个星球将被它的树根搞得支离破碎, 面临星球毁灭的危机。 因此小王子需要一只绵羊, 故事帮忙吃掉这些猴面包树的幼苗。 故事中猴面包树的情节, 隐喻永恒少年的无力承担, 和面对的个体成长问题。 小王子自己砍不了猴面包树, 需要到地球找一只绵羊帮忙, 但找的绵羊又是幻想中躲在箱子里的羊。 很显然这就是一种害怕面对, 无力承担, 逃离到幻想世界的行为。 这就看出永恒少年面临的个体成长问题。 以法兰兹博士的观点, 故事中猴面包树其实象征着母亲, 星球象征着个体自己。 小王子逃离自己无力阻止的猴面包树, 也代表着想逃离一只无法处理好的母亲关系。 每个人出生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会依赖于某个照顾者,通常是母亲。 在长到一定阶段后, 个体就需要脱开这个依赖, 从中独立出来长大。 但在这个过程是需要勇气,需要力量的。 然而永恒少年在面对这个长大, 就有障碍。 他们解决的方式就像小王子一样, 想要砍掉树, 找一只幻想中的羊帮忙, 但始终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个母亲情节。 在荣格的观点,其实并不是要你去砍掉树或断绝母亲的关系, 而是个体该长出自己的力量。 你有你的力量,照顾好自己的星球, 红棉包树要不要存在是无关系的。 这好比是,你小星星的土壤已经进化到了无比松软和无比坚硬的土质。 红棉包树的根须根本影响不到小星球。 这就是永恒少年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无能从照顾者的关系中独立,存在很强的依赖性, 也就是荣格说的母亲情节。 现代人所谓的妈宝。 无法完成个体成长,自然就害怕面对责任。 每当面对挑战,就不会愿意尝试承担,而是找借口逃避。 小王子的小星球上,有红棉包树的种子落下, 自然也可能有其他种子落下。 有一天,一颗另类的种子落在了B612号星球上。 一颗美丽动人的玫瑰,出现了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同时,小王子被这朵独一无二的玫瑰深深吸引。 小王子用尽全力去照料它,可这玫瑰却不容易伺候。 不时需要清水浇灌,白天屏风不可怠慢, 夜晚还要住在玻璃罩里,还时常对小王子说出任性沙娇的话语。 玫瑰傲娇,虚荣,情绪化。 尽管小王子深爱着玫瑰,但最终小王子还是受不了玫瑰,选择了离开。 离开前,小王子最后一次为玫瑰浇水,盖上玻璃罩, 拔掉最后的猴面包树幼苗,和玫瑰道别后,抓住飞鸟离开B612号星球,来到了地球。 故事中的玫瑰花,其实隐喻着小王子的亲密关系问题。 小王子的作者,圣修伯里,在现实生活中的妻子正好就叫做Rose,玫瑰。 在作者的眼里,妻子就像是那朵玫瑰一样,傲娇,情绪殷勤不定,让她受不了。 而作者本身是个恶战的飞行员,可想而知每次出任务都是与死神约会。 但作者却宁愿飞行,都不愿待在家,就像小王子离开了玫瑰一样。 事实上,在故事中,小王子和玫瑰是深深爱着对方的。 小王子离开前,玫瑰曾对小王子说,以前我真的太傻了,请原谅我,你一定要快乐起来。 小王子也一样,在离开后才开始感叹,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而不是根据他的话判断他。 我本应看出他耍的那些小花招,后面隐藏着一片柔情,话儿是多么例外不一致。 两人不是不爱对方,而是当时不够成熟,不知如何去爱。 很多爱情也是因为,个体未成长完整,双方都不够成熟而分开的。 这也是永恒少年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无能处理好亲密关系。 小王子来到地球后,并不是一下就在沙漠遇见坐着。 在之前,小王子在地球上碰到了各种让他大开眼界的事情。 其中之一就是,小王子来到了一座玫瑰花园。 这是他惊叹,在他星球上声称自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玫瑰。 在这一座玫瑰花园就有几千朵,而且朵朵相同。 受打击的小王子,倒在草地上哭了。 就在这时候,一只狐狸出现了。 狐狸告诉小王子训养的道理。 对我来说,你只是成千上万钟的其中一个小男孩。 对你来说,我只是成千上万钟的其中一个狐狸。 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 可是,如果你训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 成为彼此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里说的训养,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 法兰茲博士认为,是彼此产生连结的意思。 即使我们都是千万钟的一个个体。 但当彼此相遇了,投注的时间产生了连结。 对彼此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就是因为投注的时间,彼此才变得那么重要。 小王子和狐狸声聊了很多。 最后小王子听懂了狐狸的话,打算回去找他的玫瑰。 狐狸问小王子是否可以训养自己。 小王子说,我很愿意,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 尽管狐狸感到失望,但分开前还是送了个秘密给小王子。 也是大家常听到小王子中经典的一段话。 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 这里也道出了个永恒少年的问题。 故事中小王子忽略了一件事。 在他与狐狸的声聊过程中,其实彼此已经相互训养了。 小王子对狐狸倾诉自己的问题,狐狸告诉小王子关系的道理。 不过,最后小王子只顾着回去对玫瑰负责。 却忘了自己和狐狸早已产生连结。 这也是在关系中不成熟的表现。 看不见和放弃现在已成熟的关系,反而去修复上一段不成熟的关系。 这里也提醒我们,现有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好好负起该有的责任。 过去的关系就让它过去,不要恋恋不忘。 第四,应对困难的方式。 到了故事的结尾,作者发现小王子偷偷在和蛇达成某种协议。 蛇是小王子抵达地球遇到的第一个生物。 蛇告诉小王子,它可以帮助人们回到自己来的地方。 最后小王子回到沙漠找到蛇。 一道黄色闪光出现在小王子的脚踝旁,很快它就像一棵树缓缓地倒下了。 其实小王子抓住候鸟来地球,它也一样可以抓住候鸟回去啊。 可是它选择的是找蛇帮忙,选择一种最不确定的方式,说不清的方式离开。 当然并不是说永恒少年,最终都会选择极端像是死亡的方式应对。 而是说明他们直到最后,依然不愿承担和负责。 不管是个体成长还是亲密关系,都选择模糊飘渺,讨论另外的空间的方式应对。 也是永恒少年面对的第四个问题。 总结来说,我还是上个懒人包吧。 永恒少年是指那些不愿长大,向往自由不受限, 性质一直永远停留在少年阶段的,不成熟的成年大人,不限男女。 而永恒少年象征性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第一,拒绝长大,只想活在幻想中。 第二,依赖性强,个体成长障碍。 第三,不懂得爱,亲密关系障碍。 第四,不愿承担,应对困难的方式。 当然爱与篇幅的关系,这里并没有把小王子和永恒少年详尽。 像是小王子来到地球前,还去了各个不同的小星球, 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大人们等等。 另外,这里也只是简单的提到永恒少年的恋母情节, 和现代人向往自由不愿承担的影子。 是否越来越多永恒少年现象? 不过要注意的是,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丢掉童真, 都成为无聊的大人。 而是保留一些童真的同时, 也要长出大人该有的肩膀与力量。 不管如何,最后还是给可能有永恒少年倾向的人一些建议。 根据荣格的说法,要跨过永恒少年的坎, 就是去工作,去受苦,真正的脚踏实地,才能让人生完整成长。 等等,先别急着关掉。 这里还有三个上期有趣的留言可以看哦, 有可能你就被选中。 如果觉得这支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利用小方的超级感谢小儿支持创作。 离开前简单的点赞或留言, 都能提升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 按下订阅小铃铛, 下集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感情观看,下集见。